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这个 跟这个刀剑啊 应该算是混合使用的 是一种炖气 外观吧 就有一点这个 就是前面稍微尖一点 细一点啊 后边稍微重一点 等于有点像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杆子啊 但是是铁的啊 也有拿铜做的呀 还有拿什么的呀 这个一般呢 是什么时候用呢 其实过去啊 这个杀手锏啊 不是杀手刺客的那个杀 而是呢 撒手就是这个撒开的意思 本来呀 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啊 就是在你万分危急的时候 哎 这跑跑呢 人家正追 追呢 结果呢 你转身回来 给人家这一下啊 拿这个 比如冲着人家的重要部位啊 是扔出去的 这种的 或者是我打你的马 这种啊 或者是什么敲你的脑袋啊 用这种的 这种回马枪的这个东西 这种招式就是撒手锏 后来啊 就是演绎嘛 就是到了秦琼 秦琼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善于用这个锏 等于拿他啊 别人都是什么长毛啊 长刀啊什么的啊 作为武器的 而秦琼就是拿这个锏 哎 经常就把别人的马呀给打下来了 把人从马上打下来了 这个刀剑啊 一般都是属于那种 呃 比较利嘛 呃 这个 这个呢 就是比较顿 作用呢 其实啊 呃 应该说 作用也很大 因为过去都穿铠甲嘛 所以呢 是需要这个东西啊 等于把你的铠甲给击碎了 呃 尤其是在这个 诵金的时候 差不多所有的队伍啊 当兵的都有这个铠甲 那个 那你要想怎么能够取胜的 那都是围绕着怎么能破这个甲啊 开始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啊 应该说 比如说使剑的 使刀的就越来越少 都是想着怎么能拿这个 比如说钩子呀 那个那个把你的头盔给弄下来呀 或者是那种短兵刃啊 躲开你那个铠甲覆盖的地方啊 我来刺杀 嗯 那这个 这些东西啊 你像对那种游牧民族 尤其这种骑大马的呀 这这种的啊 就不太容易了 因为你是需要这个 呃 一个是要要要那个骑马 还一个要长 再一个呢 这个你中铠甲 那这个茧就是他们的最好的选择 嗯 老白发现啊 就是中国呀 后来就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干嘛呢 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杀手锏 嗯 曾经啊 有一个从总参过去的一个人 就跟他说过 说这个解放军啊 现在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技术 嗯 这种呢 就是杀手锏 应该说啊 就是杀手锏啊 特别符合像这种一般的这种军事水平 还比较弱的这种呃 国家和队伍 那么呢 就是也更符合我们中国的军事理论 那就是以弱胜强 老白呀 是1995年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杀手锏这个词 当时呢 他是读一篇那个文章叫海战中的军事革命 这是由咱们这儿的三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一起合作写的 这个书里边呢 就是说我们怎么打败美国人家这种强大的这种国家 我们不能够呢 硬碰硬 那么我们呢 就得这个用另外的一种方法 那就是我们的杀手锏 哎 或者说呢 以弱胜强 比如说呢 他们就建议呢 比如说像这种呃 用外太空啊 这种卫星这种技术啊 跟你这个海军的行动啊 是整个要连接起来的 也就是说呢 将来啊 你的指挥啊 所有指令啊 是通过卫星来控制或者传播的 要不然的话 你随时可能都会因为这个被人家屏蔽呀 或者把那个那个通信系统给你破坏 你连指挥都指挥不了了 另外呢 也是觉得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呃 太空战呢 等于就我们拿到了一个杀手锏 呃 另外呢 就是这个书里边也是说我们应该发展激光武器 这种战术的反舰导的呃 反舰艇的反导弹的这种激光武器 再一个啊 就是这个隐形的这种技术 也要这个花点这个资源去好好研究研究 嗯 再一个呢 这个书里边啊 也强调了 就是那种大规模的啊 就是那种正规硬碰硬的这种战争啊 将来呃 呃 估计在未来的世界里边 未来的战争中都不会存在了 只会存在什么呢 就是 最重要的闪电式的攻击 呃 另外呢 就是首次打击 一定要非常的强大 就是等于你就是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呃 拿到成果 否则的话就没完没了 那就没戏了 这个大概也应了这个 这回这个乌克兰这战争嘛 你看看 本来普京一算的是 七天 十天 我就给你都 这边都拿下来了嘛 结果你看 只要没拿下来 完了 耽误了 这一耽误就想 就那就没完没了 此外啊 这本书 这个三个这个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啊 呃 也列出来了一系列的就是 针对着美国这种超大的国家的军事强国 我们需要发展哪些东西 比如说吧 我们需要呃 攻击对方的雷达的某些东西 那就是比如说电子战啊 通信设备啦 呃 这个指挥舰怎么能够 就是能够锁定啊 等等等等吧 另外呢 就是利用这个 呃 计算机病毒 来消灭你的这个整个了 因为这个美国它现在已经就是 电脑化太多 太呃 到每一个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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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吸管嘛 所以啊 你只要是 把这个一移植进去 或把它让它这个系统软件没法弄了啊 他整个武器就瘫痪了 包括指挥系统也完蛋 所以呢就说呢 就是我们这种弱小国家 就应该先从这个方面去开发 去发展去 还有啊 就是我们前几期提到的那个 就是老白提的那个 无限战的那个 那本有争议的书 这本书里呢也写到了 就是战争的形势啊 将来就是要改变了 比如说像这种 可能你都见不着硝烟的那个战争 在各个领域都会发生 比如科技领域啦 金融领域啦 政治领域里啊 这现在都将也是战争 但是呢是不见硝烟的战争 911也就过了两天 当时呢就是这个 无限战的这个两个作者啊 就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 当时呢他们在谈到这个911的时候啊 就说哎 这件事啊 其实是对我们中国相当有利的 也证明什么呢 你别看你美国这么强大 你就这么容易受到那种就是 非传统方法的攻击 越原始 哎 等于我没有让像你们那个学校里边培训的各种的啊 我连手机都不用 我把你给攻击了 你还打不着我 找不着我 这也是就是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没错啊 对吧 你这美国人其实不是也也在琢磨这个呢吗 你想想找那拉登找那么多年 为什么找不着啊 人不用你们这些现代化的东西 我照样给你打的那个 找不着对手拿着那么一个大棒子挥来挥去 你这个大巨人你小儿找不着 打不着打不着 2000年的时候啊 老白啊还专门因为这个他研究的这个杀手锏啊 写了个研究报告给这个中央情报局 一年以后啊 蓝利当时的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专门还接着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呀这个副总统切尼还有这个幕僚长 都在这个给总统的那个美日的简报中啊 看到了这个情报局给提供的这个杀手锏这个词 于是呢他们就特别希望啊 具体的了解了解 这杀手锏是个什么东西 完了呢这个你提到的这个中国的杀手锏 都包括哪些方面 老白啊在他的这个报告中呢就预测了 说啊以后你们会发现 中国呀在这个杀手锏方面的这些武器将来 你在这个武器市场上是见不着的 保密 哎你你你他忙着会 武装自己不说吧 他也不相不希望你外界对这方面了解的更多 于是呢听完了他的报告以后啊 这个切尼这个副总统就授权这个老白 你啊在这个方面给我深挖 多搞些资料出来 要更多的啊去了解到底他们是真的有什么反卫星的这个计划呀 还有这个隐形的什么计划呀 或者是针对我们航母的有什么杀伤性的导弹没有 这个老白呀就开始有了资金了嘛 人家也给他立了项目了 于是呢就开始研究 后来呢就发现啊中国啊投资了差不多有几十亿美元 干嘛呢就专门要实现国防现代化 当然是致力于啊就是小规模的 你看我们就比如说这次呃 乌克兰战争就发现这个俄罗斯这个部队 他的建制上有问题 我们呢现在已经就是现代化到什么呢 就是以团或者以营为一个这个组合权 这个组合权里呢就是步兵 呃航空兵呃这个坦克兵都都都都混在一起的一个联合体 就是我们可以营和团的这么一个单位来进行单独行动 而不是说大规模的啊 但是呢这里边呢又属于武藏技权的 大概中国呀老白觉得啊 呃是想呢不惊动中国 我跟你说啊老白啊真的不了解我中国 我告诉你吧 我们其实过去军费确实特别多 我是亲眼看的啊 根本就没用在国防上 全都瘫了你知道吗 我去云南的时候啊 那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城市 哎呀叫什么来着 那营房啊那草 那他们的操场就是操练的啊 草长的跟我一般高了都 完了呢他们三年都没军演过了 所有人啊就就天天闲的 就就没事干你知道吗 完了呢他们当地的那个排长连长就说 你你像这个你要不给点钱啊 你都当不了这个志愿兵 就差不多两年你复员回家了就给你 熟练的这个兵根本就没有 完了他们从来都不操练 也不演习为什么呀 没汽油 没汽油这游个哪去了呢 让官给倒卖了 我们后来啊再往里边扔是因为我们这个我我们连估计啊连自个的家都保不住了就这部队还打仗去呢打个屁啊 就烂的就那个程度你知道吗从上到下都烂了 这个哎呀所以啊你你要说我们真的我到底下啊我记得我说过吧有一个我们碰着一个我们后来人家给派来的那个司机 那司机就是以前是当兵的他就说当时要交八万块钱 还是十八万块钱他才能够呃拿到志愿兵要不然就得复员回家 就他们家穷啊就就就等于没没当上志愿兵 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好啊他等于是也是脱关系吧 呃在一个县委当那个司机 哎呃一路骂他呃那说的就真的就真的不对 我我确实觉得啊这几年还真是把部队好好的整了整 要不然啊我告诉你咱们老百姓交的钱啊就全呼噜了你你你你看北京那时候各个那个嗯大院那个外围啊那墙不都拆了吗 全是餐馆啊商店呐全都是问题是不对他还不交税呀 完了呢他们拿的那钱啊真的就是我随便有一个人只要在他们那开一个餐厅那赚的嗨了 为什么天天就是喝大酒一桌一桌的人在那喝大酒 那谁在那能够跟他们那租一个店面你就挣钱去吧 这两年全收归了不允许了 应该真的你要听说哪个国家的那个军队就光顾着挣钱了打个屁仗是吧 都成商人了哈哈哈哎呀 老白呀呃后来发现啊就是我们呢在1986年的时候呃启动了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国家级的计划 叫863计划这也是就说呢呃我们要在科学技术方面啊呃去专门呃克服我们的短板 就是国家安全的短板呃包括呢就是开发技术而且呢要求的是这个开发技术啊 要军民两用的哎不光是用在军队上呃以后也可以把它发射成民用的 其实啊老白我觉得啊就是呃我还是说这点就是美国他们研究中国的这个地方啊呃他呃 光看你那个不好的地儿那美国那现在咱们用的这些互联网技术不都是军用的过去对不对你要那么说就没完没了啊那互相指责起来那还有有个完啊 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可能当时的目的哎就是为了要军用这个是呃可能的呃你像这个比如说啊老白觉得他看到的这个863计划啊里边就包括什么生物技术啊激光技术啊还有这个各种的先进材料 嗯这个863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自主创新 哎你别到后让人家拿着专利这这这这这东西捏着你啊 嗯后来啊这个863计划啊就到2006年直接被纳入了这个国家中长期发展的规划纲要里去 好吧今天我们先讲到这下期接着讲下期见